温文尔,加油老人照顾孩子,妈妈就可以放心的去上班了吗? 昨天聚会的时候,我们聊起了教育孩子的问题,闺蜜小男说,从前我以为把女儿给婆婆带,我就可以安心的去上班了,现在女儿越来越叛逆,说什么都不听了,我打算辞职一段时间,好好质疑着女儿的叛逆。 我们都很喜欢这个小姑娘,但是自从把婆婆接过来后,闺女就变得有些叛逆,因为婆婆平时太过于宠爱闺女了,才让小男友辞职陪孩子度过叛逆期的打算。 我们都知道隔代前,在教育孩子上面,老人会更包容孩子,宠爱过多也是难免的事,其实不管老人是否宠爱孩子,妈妈在教育孩子上面也要多下点功夫。 老人照顾孩子能减轻妈妈的负担,但是有些时候,并不能取代妈妈,孩子需要妈妈的爱,只有在妈妈身边,才会有足够的安全感。 我是奶奶带大的,虽然奶奶给我很多爱,但是我也不知道,为什么我就是没有安全感。 我只记得我小时候,得到老师的表扬后,很高兴的回去跟奶奶说。 奶奶不懂,什么反应都没有,后来,我就再也没有跟奶奶分享过我在学校的事情了。 反观我弟弟,是跟在妈妈身边长大的,他是个内心很阳光的人,他的乐观让我很羡慕。 所以说,老人的宠爱,并不能代表父母的爱,自己的孩子,尽量自己带在身边。 但是,如果妈妈要上班,家里就需要老人带孩子。 这时妈妈要注意这些方面,不能全部依靠老人。 老人愿意搭把手带孩子,作为妈妈来讲,这在无形中减轻了妈妈的负担。 但是妈妈们要知道,别把老人带孩子当成是万能的。 毕竟孩子哭泣的时候,妈妈需要去拥抱和安慰。 孩子的小秘密,愿意跟妈妈分享。 孩子的小成就,需要妈妈的鼓励。 不能埋怨老人,老人辛辛苦苦照顾孩子,花费了自己的时间。 比如孩子脾气不好,孩子不听话等等这些问题。 妈妈本能的向埋怨到老人身上,孩子的发展有规律。 妈妈平时要多观察孩子,不要等出了问题,找家里的老人说事。 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才是最重要的,别经意埋怨老人。 加油老人照顾孩子,妈妈也少不了要给孩子多点关心和爱护。 实在没有办法把孩子带在身边。 每年都要抽出时间看看孩子,和孩子进行沟通,了解他们的想法。 孩子的成长的只有一次。 在孩子最需要陪伴的年纪,妈妈不能大意。 怎么培养出高情商的孩子,如何提高孩子的成绩? 孩子和自己的关系不亲近怎么办? 孩子爱打人是因为什么? 孩子脾气特别大是怎么了? 孩子总爱看电视,玩手机该如何引导? 如果你有这些疑惑,请关注,小屁孩儿,只为成为孩子更喜欢的妈妈。 世界上没有哪所学校的教育,能比得上妈妈的阅读更重要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 小屁孩儿,接着观看电视